所在的現場是在高雄祈山星光裡的後錯像 可以看到在封鎖線的後方是大量的土石 而在裡面的巷子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夫妻遭到土石流活埋的現場 而根據警方當時候進去搶救的畫面 看得出來十分的辛苦 因為是後方的山壁 整個崩落下來就衝入了一般的民宅裡頭 而當時老夫妻就坐在房間裡 遭到這個土石從後方的來衝入受困 來聽一下當時的搶救人員 講一下現場的狀況 阿嬤是站著的 阿公是側身趴著的 105 大概是9月28 也是一樣 可是沒有那麼嚴重 也是從左手邊那邊 也是像這樣子 其實從那個時候的照片看得出來 這一個中風的70歲阿嬤 她是站立的方式遭到土石 埋到幾乎要有胸口的位置 而阿公是為了要保護她身體 無生命跡象 而附近居民也表示 其實在很多年前這個地方 就曾經發生過土石流衝入民宅 現在更是擔心因為雨勢不斷 這個土石流會不會再度衝下來 以上就是在高雄騎山為你掌握的現場